最快 那可能的确是比政府快 慰问金五千到一万五 发了两三万户 那么还有问候的信 那你看 一定要包得很好看 这是尊敬 你不要把它真的当灾民 你看物质用丢的 东西很简陋给它 不要 它要的是一份尊敬 那个尊敬才会让这个灾区 重新有一个力量 那么自己沾起来 你看我们 像我们志工有几个是 自己是灾民 那他去给问金的时候 一给鞠躬说 这给你 你别怕 你别怕 结果其实他也是灾民 志工也是灾民 他自己心还是很惶惑 因为他是 他在树上才没被冲走 其实他自己在发放的时候 自己心中都还有恐惧 当他把这个红包给对方说 这个让你压惊 叫你不要害怕 你要放下 他想放下的时候 他自己的心也放下 去如何超越自身的哀伤跟苦难 就是去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别人当中 会超越自我的哀伤 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都一样 有灾民 很难过 家人走了 他是束手无策 请他来做志工 一起加入 亲方亲 零方零 那么他就会逐渐的转化 他的心情 我们的志工 动员 坐高铁南下 去亲 这样总共动员15万人 来亲 屏东 还有高雄各社区 这都是志工 你看 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超人用 亲干净 我们还动用400部重型机械 志工 到处增结重型机械南下 去产土 产水 这个很难清 是因为 他是 他是 他不是水 不能抽 他也不硬 不能铲 就像一桶一桶 这样往外 然后我们破土 施工 用最坚固的钢材 我们以工盖正 盖好 我们88天盖好726户 我想在全世界这样的纪录是很难的 88天 灾户88天 盖好700多户 让他们入住 入住 你看 就送电视 给他们88种物资 人进去就好了 因为他们整个灾难把家都充毁 住营区 其实没有任何的生活的设施跟用品 所以 财迷院 江苏茶都备好了 所以部落朋友很开心 这样的房子 一栋将近300万 包括公共设施 大概是全世界 我们盖过2万多户 目前为止最昂贵的 因为台湾同胞 这个也是52个国家 同时来援助爸爸风灾 这次爸爸风灾52个国家 日本大概有20个国家 捐款给日本 这是台湾爸爸风灾52个国家 还有人做自己logo 每个家都有个小亭 我们帮他们盖两个教堂 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 维持他的信仰 那我们也在南海校之后 盖了六个青春寺 给回教徒 慈祭的援助 不会想要改变你的信仰 你维持你的信仰 像我们的大学的校长 前任是基督徒 长老教会的长老 我们的前任的院长 医院院长 是基督徒 已经在慈祭服务25年 所以慈祭的大爱是超越 种族宗教 国界 文化 的一种理念 然后我们还要跟他生活 重建 到现在还在做 还没有离开 做生活重建 才艺 因为他住进去 要有生活 木雕 我们给他一个大一广场 这事也给他们恢复 那么国际震灾呢 从台湾到国际 1991年开始 孟加拉水患 这在美国的捐款 然后到卢安达 南斯拉夫 土耳其 北朝鲜 我们去过九次 而且是直接发放 萨尔瓦多 阿富汗 捷克 印度 澳洲 美国 伊朗 南亚 布里维亚 海地 所以总共帮助超过72个国家 我们有1000万名会员 大概是捐助者 regular或irregular的donor 或是我们叫membership 有200万的职工 包括受证跟非受证 有70个国家的援助 每年帮助1100万人以上 在50个国家设立分会 好 那么 这是我目前的规模 那这一切从哪里开始 很多人问上人 怎么改变世界 上人就是从改变自己开始 从改变一个人开始 很多学生听的觉得很失望 你的答案太简单 其实他如果看上人 就这样做出来 我跟各位来分享 这位是00006 他是实际有大概受证的委员 志工大概有几十万 他是第六号 他大概国小毕业有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他的先生 我们叫武专 武专子 实际讲武专子 吃喝嫖赌什么都会叫武专 专门的就对了 五专 那做生意做的也不怎么起色 每天收到钱 就会往吃喝玩的地方走 所以大家就讲 也后山姊妹 也有理事 师姐都要搬着拦截他老公 他老公只要去客户那边收钱 他就帮我 要给他打 怕他 钱拿去就去 又花掉 有三个小孩 他不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祝福 要顾先生的事业 要带带小孩 这个时候他加入词剂 他开始学会生命的智慧 把老公的事业过得不错 三个小孩都事业有成 那他影响是什么 这三个是台北 台北大概有上百万的职工 加会员 这三个是前三位台北的职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三姊妹 结拜姊妹 他们 他们这三个呢 就是刚刚那位理事师姐六号 影响 代理出来的 在高雄的图 图茂新 图师兄 自己有一万个会员 高雄又几十万个职工会员 他是第一位 他也是理事师姐 带领影响出来的 现在 拍个照 就很多很多的委员 全世界 上百万职工 是有这样理事师姐 一步一脚印 台湾的妇女 真的很伟大 如苦寒心 一步一脚印 爱心很大 那上人就是把 家庭主妇的爱 不只是给一个家 而是能够给天下人 那是他的志向 然后师姐影响先生 所以还要有师兄进来 然后师兄进来 就更多的企业家就进来 更多的各行各业就进来 所以其实我们慈祭 我们说男女不平等 我们慈祭也男女不平等 我们慈祭是女高于男 你们进来就晓得 不过 大家都发挥不同的功能 但是我们是戏称 那慈祭的女士都很厉害 绑钢筋灌水泥都会 他们不是说做出工的 不是都是一般都是好命的太太 来这里绑钢筋做志工 很多不信你们可以到慈祭看一看 所以我们对女性 有些招惠法师来说 佛教应该男女要平等 我说对啊 像我家我的家 也就是男女不平等 因为我太太地位比我高 有人朋友到我家去 我儿子都说 我们家是母系社会 妈妈当家 典型慈祭家庭都是这样子 你看 启动自发性的爱 刚在行团间几位我们的管理学的先进 的确看到上人就是 的成功是 启发内心 大家自动自发的爱 自信的爱 人人俱足 启动他 他就会开始 这位是美国的一位企业家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穿白皮鞋 白西装 开白色凯迪拉克 有个胡子 很像唐日荣当时 后来胡子被上人挂掉了 然后投入刺激 在雪地里五十五岁 扛了五十公斤的米跑步 为什么 天黑了 再不发放完 游击队 回来抢粮食 他到各地 你看到 在这个南美洲的国家 这是印尼第二大企业 金光集团的第二代 Frankie Huang 他的员工有几十万 一样牵了到耳末手 印尼人觉得华人 是不重视他们 他跟我说 黄若林跟我说 以前他们捐给印尼 政府 去帮助慈善的钱 比捐给慈祭还要多 给他们捐很多钱 印尼人都认为 华人在赎罪 直到他们真正去 亲自去发放 扛着米 牵着手 不是做一次 做几百次 印尼人觉得说 华人爱我们 这次是真的 你看 这是黄若林 不同的location 这是亚加达最有名企业家 郭寨云 阿关 上通总统的 都下来 亲自发放 不是做一次 是一直做 已经十年了 这大学的副校长 台湾的企业家 北韩 这个 曾经发 日本的领队 实际在第一线领导的人 都是志工 不是志工 志工居多 这点很特别 都是有经验的志工 不拿薪水 还要自掏腰包 付旅费 就像上能自力更生 不受供养一样 职工还要砍薪水 像我们的一位法务 以前是高院法官律师 他后来进慈祭 慈祭终于需要法务了 进来慈祭 我们给他的薪水 不过他以前缴税 志工精神 这个也是 他以前都一年进口 两个货柜的红酒 喝到晚 他还活着 要感谢慈祭 借酒了 我跟各位报告 我很可能说不完 我时间到了 我就下来 好不好 因为我东西 准备的都会比较多 对不起 我的时间控制 没有办法很好 因为我会讲的 有时候太高兴了 就讲到深入细节故事 不过怎么讲 个案再怎么样 还是环绕着 那个无所求付出的 核心价值 所以时间一到 那个 您就不要客气 好 就告诉我